什么是遗传性疾病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遗传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发生的原因可以区分成以下四项 包括 1.单一基因缺陷 2.染色体变异 3.多重基因共同影响 以及 4.类线体基因变异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常见遗传性疾病的类型 分别为 1.染色体异常疾病 2.单基因异常疾病 以及 3.因基因异常所造成的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 而这些类型的遗传性疾病 常出现的临床症状分别如下 在染色体异常疾病中 常见有 外形的异常 智能发展迟缓 或是合并心脏 肾脏 及其他器官的异常 在单基因异常的疾病里 也常看到外观的改变 或是临床有代谢的异常等 同时 单基因异常疾病有很高家族性遗传的几率 而罹患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的婴儿 在出生时外表正常 胃时候可能会开始出现代谢异常症状 包括 食欲减退 活动力差 呕吐 抽搐 低血糖等症状 因为临床症状非常相近 不容易鉴别诊断 所以必须经由检验确认 请点按左方选单进行本单元的互动测验 它的内容是需要理想人群而解